故事就在 午夜文库 六名不同星座的少女被杀害 凶手只为从尸体上各取一块 拼成神秘的阿索德 然而最像凶手的人却提前死于非命 四十年来没人破解 日本推理之神岛田庄司笔下 一曲星座与命运的哀婉碑歌 战兴术杀人魔法 您好各位朋友 欢迎收听午夜文库 我是主持人小冬 一起与战兴术密切相关的连环杀人案 困扰了日本警方和各色侦探整整四十年 通过画家梅泽评级的首记 我们对这起杀人案的目的和手法 有了一定的了解 但这还不够 本期午夜文库 李也默会继续为你播讲 梅泽评级的首记 让我们对梅泽评级一家 对这起案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那位占星术士众多预言当中最准确的一条 是关于海王星与冥王星重叠产生的第九宫 因为第九宫的存在暗示着我拥有超自然的能量 但开启这种能量的钥匙 则是需要我放弃世俗的情感 而着手研究被称为异端的邪术 此外他还曾经暗示 我将在一段时间内在异国他乡流浪 按照月缺来判断 那一次旅行将会发生在我十九到二十岁的时候 果然十九岁的时候 我离开了日本踏上了异国的土地 以法国为中心在欧洲各国流浪 这段旅行正如同预言的那样 神秘的种子也随之在我的大脑中生根发芽 在欧洲流浪的那段时间里 我也曾经有过一次爱情的体验 当时我在法国遇到了一个名叫安江的日本女人 明治三十九年 我初次踏上了法国大街的石板路 从此我迷茫的青春就在这条石板路上来回反复 不妨试想一下 一个对法语一窍不通的日本人 能和故国的同胞在这条石板路上相遇的机会 是何等的渺茫 不安充斥着我的内心 即使日后我逐渐习惯了异乡的生活 但是那种不安感并没有减轻 反而转变成为思乡和孤寂所带来的哀愁 就这样我无所事事地在拉丁六区附近整天的闲逛 在某个深秋的傍晚 我像平常一样在巴黎的街头漫步 然后就在卢森堡公园的美第奇喷泉旁边 遇到了安江 当时安江正斜坐在喷泉旁边的诗篮上 发呆一样地注视着远方 因为他是亚洲人 我的心底油然生起了一股亲切的感觉 我走向安江 但是发现他一脸不安的神情 不知道为什么 当时我认为安江是中国人 看到我的目光 安江也用颇为亲切的眼神注视着我 我用法语跟他打招呼 扯了一些有关天气的话题 日本人不会这么说 但是我单纯地认为 这种西方式的开场白 能够拉近我与陌生人之间的距离 但是显然我错了 这个蹩脚的问候 让安江有些郁闷地转过头去 眼看他就要走了 我有些惊慌失措 下意识地用日语朝着他的背影大喊 你是日本人吗 这时候他回过头来 脸上露出了信赖的表情 那一刻我就预感到自己会坠入爱河 每到冬季 梅蒂奇喷泉附近就会出现 卖烤栗子的小贩 烤栗子香气四溢 再加上小贩卖栗的吆喝 总会吸引很多人来购买 我和安江常在一起吃烤栗子 安江虽然和我同龄 但我是一月份出生的 而他是十一月底出生的 所以我们俩有一岁左右的差距 安江是一个为了追求艺术理想 到法国来求学的千金小姐 后来当我二十二岁的时候 我们一起结伴返回日本 回到东京之后 我打算和安江结婚 不过东京和巴黎的情况不同 在异国或许是两个孤独的心互相吸引 而在日本国内 安江的身边不乏追求者 所以最后我们还是分手了 后来听说安江结婚了 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 等到我二十六岁的时候 我和阿妙结了婚 我之所以能够和阿妙结婚 原本只是一个玩笑 因为那一年母亲的去世 给我带来了沉痛的打击 我无法忍受寂寞 没有考虑多少就草率地决定了这门婚事 未知是黑暗中一扇锁闭的门 要是就在 午夜文库 聆听之前 没有真相 但是造化弄人哪 我结婚几个月之后 就在银座 邂逅了久违的安江 他身边还带着一个孩子 我说 你果然结婚了 安江说 不 我已经离婚了 现在在银座 经营一家画廊兼咖啡馆 店名是你我都熟悉的一个地方 你猜是哪 我说 不会是没低气吧 他笑着回答说 你猜对了 安江的儿子平太郎 生于明治四十二年 是金牛座 安江曾私下暗示过 平太郎或许是我的儿子 而我 只把这话当作一个玩笑 不过仔细一想 时间上倒也符合 此后我就把自己所有的作品 都委托安江出售 但是卖的并不好 安江曾经到我的画室来过 我还为他画了一幅肖像 在艺术上 我算是个老畔的人 对于现在流行的毕加索 或者米罗等人的抽象艺术 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对于我来说 只有梵高和梦内的作品 才是我心中的经典 我说自己保守是有理由的 我的兴趣 的确和别人有很大不同 比方说年轻的时候 我曾经在福利高中车站附近 一家洋装店的橱窗里 发现了一位魅力十足的女性 我被她的魅力吸引 几乎每天都要到洋装店门口 来看她 我持续欣赏她 一年有余 无论她是穿着春装 夏装 还是冬装的模样 我都不曾错过 但是也许你没有想到 她只是一具摆放在橱窗里的 模特假人 可是我却深深的为她着迷 如果是现在 我也许会毫不犹豫的 请店主把这个模特转让给我 但是当时 我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腼腆羞涩 我说不出 请人家把模特转让给我的理由 再说当时我也根本买不起 我讨厌烟雾缭绕的地方 也无法忍受酒鬼的破罗嗓子 所以我从不涉足酒吧之类的地方 但是那一段时间 我却破格经常去一家叫做世牧的酒吧 酒吧里有一位常客 是一个假人工房的经营者 叫做安川 有一次我喝醉了 要求参观安川的工房 结果并没有在那里发现 我中意的模特假人 就这样 我被没有生命的橱窗模特迷住了 无论是在清醒的时候 还是在睡梦当中 他的形象总是占据着我的头脑 我甚至还为他写了很多的情诗 也暗地里开始 按照记忆中的影像为他作画 现在回想起来 或许那就是我艺术生涯的起点吧 与这个模特的邂逅 对我欣赏女性的眼光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比如我偏好发质干燥的女性 又比如田径的女性 只要她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就会对她们产生好感 而我的前妻阿妙 就是一个如花草一般田径 像人偶一样完美的女子 但是内心中的另外一个我 却以艺术家的激情 追求着另外一个女人 那就是我现在的妻子 昌子 而那个橱窗模特 她是我的初恋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 三月二十一日 她从橱窗里消失了 我当时立刻感觉 自己身上的某个部分被取走了 产生了撕心裂肺的疼痛 这件事情让我意识到 手边所有的一切 都会在某一天里失去 所以我才会跑到欧洲去躲避 这幻灭带来的痛苦 后来我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了 我给她起名为石子 石子的生日和模特 从橱窗里消失的日子一样 都是三月二十一日 我对这种命运的安排 感到不可思议 但是我的这个女儿 却体弱多病 写到这里 我突然发现了一件 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事情 我最疼爱的就是石子 或许是因为石子 生于水与火交替的日子 她的脾气有些暴躁 当她不开心的时候 我便会担心她的心脏 我无法克制自己对她的爱灵 让我们一起期待真相 让我们一起寻找答案 午夜本库 真相 就在下一分钟 精彩 稍后继续 六名不同星座的少女被杀害 凶手只为从尸体上各去一块 拼成神秘的阿索德 然而最像凶手的人 却提前死于非命 四十年来 没人破解 日本推理之神 老田装丝笔下 一曲星座与命运的 哀婉悲歌 战兴术 杀人魔法 除了长女一只 以及两个侄女之外 我曾经分别为其余的几个女儿 画过半裸的素描 石子的身材不太丰满 右腹部有一块胎记 我有一种痛惜一样的感觉 如果石子的身体能够和他的容貌一样完美 那该有多好啊 仔细考虑的话 我的女儿除了石子之外 那就只有石子了 多年以后 我再度到欧洲游历 当我在荷兰的 阿姆斯的单参观一名 叫做安德烈的无名雕塑家的 个人展览的时候 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我折服于他作品中 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气势 这种打击 使我在将近一年当中 都无法继续创作 那是一个 展现死亡艺术的展览 是在一个已经废弃了的 几乎可以被看作是废墟的 古老水族馆里举行的 这场展览简直是杀人现场的在线 在我的记忆当中 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参观这个展览之后 产生的虚托感觉 持续了大约一年左右 我意识到自己绝对无法超越 他的作品之后 就下定决心要制作 阿索德 只有制作阿索德 所带来的成就感 才能重新唤醒 我对艺术的直觉 在展览上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 走在我前面的妇人手上抱着一只 约克夏种小狗 在整个展览的过程当中 那只小狗显得是十分的焦躁 几次要挣脱妇人的怀抱 我想小狗或许是听到了 徘徊在展馆当中的亡灵的哀嚎吧 据说当声音的频率超过两万赫兹的时候 人类的耳朵就听不见了 但是狗却可以听得到三万赫兹以上的各种声音 所以我确信这条小狗 他当初确实是听到了些什么 制作和存放阿索德的场所 必须通过精确的计算来选定 如果只是制作 那么可以使用我的画室 但是如果六名少女一起失踪 最先受到怀疑的肯定正是我本人 自然这间画室也少不了要被搜查一番 面对警察的盘问 昌子也会怀疑到我的头上 所以我决定另外寻找一处安静的场所 用来制作和安放阿索德 最后我决定到乡下去找房子 因为乡下的租金相对的便宜 另外我也担心在制作阿索德完成之前 或者在我死之后 这部手记就会被发现 所以我才没有写明具体的地址 只能说它在新泄县 这本小说是因阿索德而产生的 所以它应该和阿索德一起 被放在日本帝国的中心地带 另外制作完成阿索德后 所残留的六个少女的躯体 这应该掩埋在日本帝国 代表各个星座的土地中 我根据土地中所含的金属的成分 来确定土地的星座属性 即蕴含铁矿的土地为白羊座和天蝎座 产金矿的为狮子座 产银矿的为巨蟹座 产锡矿的为射手座或者双鱼座 按照土地的属性 狮子的躯体应该被埋在属于白羊座的地方 穴子则应该埋在属于巨蟹座的地方 离子的躯体埋在处女座的地方 穴子的躯体埋在属于天蝎座的地方 而信带则应该放在属于射手座的地方 侄子应该埋在水瓶座所属的地方 只有经过这样的安排 阿索德才能成为不朽的作品 才能够将他的魔力发挥到极致 悬疑是另一种体验 推理是另一种思考 聆听是另一种阅读 这里是午夜文库 午夜文库 聆听之前没有真相 何许有人会质疑我创作阿索德的目的 创造阿索德的过程并不像创作西洋画那样 充满了激情 充满了冲动 我对美的追求是无止境的 但是创作阿索德并不只是为了满足我的一己私欲 阿索德不同于一般的作品 更重要的是 他是能够拯救大日本帝国的救世主 现在的日本帝国已经误入歧途 不自然的裂痕在历史年表上随处可见 现如今我们的国家正在创造一条更大的裂痕 两千年来的积怨 现在该是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如果一错再错 日本这个国家将彻底的从地球上消失 亡国的危机迫在眉睫 为了拯救这个国家 我才决定制作阿索德 阿索德在我的心目中是美的化身 是天神和恶魔的合体 更是一切咒语的象征 也是所有魔法的结晶 其实在远古的日本就有过类似阿索德的存在 对那就是悲迷糊 从西洋的占星术来看 大日本帝国应该属于上天平座 所以日本人性格开朗 喜欢参加庆典社交活动 这也是这个民族的特性 但是后来由于受到朝鲜系民族的支配 产生了极端压抑的性格特色 变成了一个略在英语气质的民族 日本是一个崇尚神的国家 素有八百万众神明的说法 对于早已失去被迷糊的大日本帝国来说 我所创造的阿索德将是这个国家的救星 我必须准确地将阿索德放置于日本国土的中心 至于这一中心的确切地点 我会根据日本的时区来测算 以东京一百三十五度为基准 似乎可以把日本国土南北两面一分为二 倘若这样测量的话 大日本帝国的中心县应该是在东京一百三十八度十八分上 这条县的最北端有一座迷燕山 山上有一座神社被称为迷燕神社 这座神社自古以来就是众人的敬奉之地 这是因为它在咒语的意义上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神社中有一块神石 而神石所在的位置相当于日本的杜琴 不能小瞧了这个地方啊 或许这里就是大日本帝国的龙脉 我死前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去迷燕山参拜 如果这个宿愿不能实现的话 我希望我的子孙能够替我完成这一心愿 这条线自南向北排列着三个数字 分别是四六三 而他们的相加之和正好是十三 这是恶魔的数字 我的阿索德将被放置在这十三的中央 好了 到这里 梅泽平级的手绩完全结束了 我们不得不惊叹于这个占星术杀人方法的考究 但如果你认为杀死六名少女的凶手是梅泽平级的话 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梅泽平级本人也被人杀死 另外平级那位已经出嫁的女儿伊芝也被人杀害 凶手到底是谁 直到此时占星术杀人魔法的大幕才郑重拉开 而我们的侦探玉手喜也要出现了 好 感谢收听本期五月文库